我就一直坐在旁边等我的包裹来的 看到了吗? 结末大箱的包裹 哈喽,我是米莉 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因为今天不是玩具开箱 是淘宝开箱 可是为什么淘宝开箱会没有箱子呢? 本来我 开开心心的拍完了淘宝开箱的影片 可是我自己又懒惰 然后就拍完了影片 又不要直接放进去电脑里面 结果就一个不小心把 Memory Card Format 掉了 淘宝开箱的影片就没有了 所以 本来我也是想要就是一边开箱 然后一边分享一下关于我自己在淘宝 买的画画的用具 你们看看我那一箱超大超大超大小 22kg的淘宝 我也大概会分享一下我的就是玩具收纳 先来分享一下 这个手推车就是我最近入的 先来看我第一个淘宝买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在淘宝买的一个小篮子 就是一堆这种小颜料 哎,为什么focus不到 还是要拿一个白色 这样子 就是买了很多这个是画鞋子 就是画在Sneikers上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买了很多的颜色 可是我买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样小罐的 然后我也只买了就是可能是 比较常用的颜色是大罐的 很多很多颜色 就是买了很多罐这样子小小罐的 还有一些就是保护剂 到底为什么focus不到 OK,反正就是这种保护剂啊 Next 就是这一箱超级不得重 所以这一箱里面 就是我平时画画很喜欢用的 Aclique Ink 之前就是上高学 我们有一份作业是要用到这个颜料 对那时候的我来讲很贵 所以就9瓶的话都要300多块了 它不只可以画在Candas上面 它还可以当Water Color用 我基本上把其他颜色都录了 那时候淘宝是有做一个活动 为了抽单 白色就干脆买一个超级不得大纸的 因为我平时用白色是用超级多的 但是我也是很省着用 所以我就可以事无计端的用这么大罐 刚刚那个Aclique Ink 可以画在就是反布上面Candas 所以这个是我直画下 这一个的话就是以前的功课 是领模另外一个artist的 就完全是跟着另外一个artist的画风和 颜色就一模一样这样去上 所以那时候只是用9罐颜色 9罐颜色你只慢慢调 调到那个对的颜色就很麻烦 Next Hobbin的水彩 之前的话我也是在淘宝买过粉妆 它全部就是这么小粒的 它大概每个颜色就会给你1几ml这样子 可是讲真哦 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小个 它真的可以用很久了 加上粉妆的话 因为它又便宜 然后你又可以尝试到很多不同的颜料 因为很像这个我也是买粉妆 然后所以你买了 你才可以知道 你自己用到比较舒服 比较适合的颜料是哪一个 像是这个Missioner 我就遇到了我的人生颜色 就是这个Hot Pink 就是这件衣服上面这个Hot Pink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会觉得 哇为什么可以有一个 粉红色在纸上面可以这么好看 这么银光 我就直接去买了一条 我这种手机控其实我是很想要 一买颜料就是要买最多色的 我个人觉得 60色我已经 不知道那颜色在哪里 已经不怎么找到颜色 所以我觉得108色真的有点太多 所以我就买了60色 打开来看 根本就是 天堂的感觉 看 多好看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买这个的时候 好像淘宝店很常都会有邮会券 这一盒颜料它的原价是 888块半人民币 已经是有 不论我买上800 扣50这样的邮会券了 我会在下单之前 把每一间店的 优惠券都check过 一次我拿到的 是不是最好的优惠券 然后我就check到了 它居然有一个优惠券是 你买上 989人民币 扣150 我单单买这个一个也是 它也是838 你说这个价钱是 我根本是可以买多一样东西 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直接入多一个水彩 因为这个水彩盘 108人民币 所以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狗狗 就是可以这样子拿着 出去鞋身的时候 你看这个size 多方便 打开了就有一个色卡 这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它的介绍 所以这个是我的40色 Next 这个水彩值 我真的是想买很久 我买到回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买错了 我居然买到640g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样厚的纸 其实 我以为我买的是300g 你看这样厚才十张罢了 就是这一张还没完成的 Halloween主题的话 它纸的厚度真的是超厚 真的很好用 Next 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 真的是梦寐 我想买很久很久很久了的东西 Marker 对于我这种笔控来说 我就很喜欢那种很多笔的感觉 就是这些Marker 然后这个架子也是我这次淘宝买的 这个Aklik架 我买的是Fyne Color 如果讲Marker的话 当然都会想到的是Corpic 可是因为我对比了价格 Corpic是我来不及的价格 我买的这个是240色 四代的 因为我为什么会选择四代 是因为我喜欢软头嘛 对比了好不好用和它们的价钱 然后我觉得Fyne Color 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的 因为我是没有用过Marker Blackpink的粉丝 的话应该知道我在画这件衣服 我在起稿的时候就已经反车了 因为已经不想好了 可是因为我画这个主要是想要 是用Marker嘛 所以就直接上色 Next 这些就是我这一次买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以前买过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很疯狂收集颜色笔 然后也很喜欢用颜色笔 我是从淘宝买过72色 然后然后有人愿意给我买二手 我卖掉了又再买一个132色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又是用过一小段时间 过后又有人愿意给我收二手 所以才决定直接入一个150色 150色就是PRISMA Color最多的 它就是有笔 那个木的味道跟辣笔的味道 就我很喜欢闻 然后这些是我画在一半还没画完的 然后有几只空缺出来的 因为我那时候 所以我怕我找不回那颜色 所以我就把它放出来 然后有六盘 大概大概看到我盘拿出来 很麻烦 所以PRISMA Color三盒我都是好保白的 所以其实一眼望过去我的书桌 基本上没有多少个东西 不是淘宝的 这三个 Eclic的 放颜色笔的 都是淘宝买的 这个是Jason之前 Muji买给我的生日礼物 然后这一些罐子都是淘宝买的 就可以一层一层这样拿 就是本来我不是用这个收纳盒的 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些有录 从旧的收纳盒搬来新的收纳盒 就是有什么差别 结果就是全部一次过delete完的 我里面是特地买另外一个站台 它是那种透明裙盒子包的 因为它刚好它的高度又不会很高 就还可以给我的盲盒站上去 所以它是有一个门可以开的啦 就是可以这样子开的 然后我给你看看 因为我有安装了灯给他们的 可是那些灯啊 我粘到很乱 所以我是打算等我新的盲盒要入住的时候 我再一次过就是 你看掉下来哦 我只要把它们粘好来 就这边是我的Fabercaster的颜色笔 Fabercaster我那时候是一直一直纯的 就因为我一直一直的纯 它是没有盒子 我终于给他们买了个机啊 就是这样的啊 我这里是一个超级喜欢淘宝的人 所以可能过后还会有很多淘宝开箱 如果觉得我还可以拍什么 就是关于淘宝的东西的话 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下一期会有Jayson聊聊聊聊 拜拜 就是我本来拍好好 我想要拍就是很完整 这样子哇放上来 然后就哇很开心 哇很幸福的样子 然后安装的时候 你懂我撕那个模式到手有多痛 结果就这样子地裂完 我怎么看呢 嗯